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星星,独一无二,璀璨夺目。 然而,有时我们会迷失在生活的迷雾中,忘记了自己的光芒。 但是,宇宙总是以其神奇的方式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光芒。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个来自宇宙智慧的神奇仪式,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 想象一下,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你站在海边,月光如水般洒在平静的海面上,微风轻轻拂过你的脸庞。 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弥漫的咸咸海水味道。 在这一刻,你突然意识到,生命中有太多美好的食物,值得我们去珍惜。 而此时此刻,你即将了解到一个古老而又神奇的仪式,它可能会为你打开通往宇宙奥秘的大门。 这个仪式源自宇宙的智慧,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力量。 它就是将你的名字放入盐水中,然后静待奇迹的发生。 听起来很简单,对吗? 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能够引发意想不到的变化。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个仪式背后的奥秘。 在宇宙的法则中,水代表着生命的流动与适应性,象征着我们应对生活变化的能力。 而盐则被视为宇宙中进化和保护的元素。 当我们将盐与水结合,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场,能够清除负面能量,吸引积极的宇宙震动。 想想一下,你正站在一个宁静的房间里。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温暖而柔和。 你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里面装满了清澈的水。 你慢慢地将一小撮盐倒入水中,看着眼力慢慢溶解。 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能量在房间里流动,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关注着这个神圣的时刻。 接下来,你拿起一张纸和一支笔。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心与宇宙的节奏同步。 然后,你慢慢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每写一个字,你都在心里默默地向宇宙倾诉自己的愿望。 也许是内心的平静,也许是事业的成功,或者是健康和幸福。 你将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倾注在这个名字里,相信宇宙会聆听你的心声。 写完名字后,你将这张纸轻轻地放入盐水中。 当纸张接触到水面的那一刻,你仿佛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被释放了。 你的愿望,你的梦想,你的所有期待,都随着这张纸一起融入的盐水中,开始与整个宇宙共鸣。 这个简单的仪式背后,蕴含着宇宙的深刻智慧。 在宇宙的法则中,我们的思想和意图具有强大的创造力。 当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和愿望放入盐水中时,我们实际上实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 我们在说,我准备好了。 我愿意放下过去的包袱,迎接新的机遇和祝福。 这个仪式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还能够对我们的潜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是一片广阔的宇宙,里面储存着我们所有的信念、习惯和记忆。 通过这个仪式,我们向潜意识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我们准备好进行改变和成长。 想想一下,你的潜意识是一片肥沃的星系。 每次进行这个仪式,你就是在这片星系中拨下一颗种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种子会慢慢发芽、生长,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进行这个仪式后,会感受到生活中出现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 但是,仅仅进行仪式还是不够的。 真正的魔力来自于我们与宇宙的共振。 当我们坚定地相信变化会发生,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时,我们就为奇迹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像是宇宙中的引力,吸引着与我们振动频率相匹配的事物。 想想一下,你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着那个装有眼水和你名字的容器。 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相信宇宙正在为我安排最好的一切。 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期待,会让你更加敏锐地察觉到生活中的机遇和祝福。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微妙的变化。 也许你会感到内心更加平静,不再那么容易被琐事所困扰。 也许你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梦想。 又或者,你会发现自己与周围的人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这些都是你与宇宙共振的迹象。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变化并不总是立竿见影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些挑战和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阻碍,而是宇宙给予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就像宇宙中的星体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碰撞和融合才能形成绚丽的星云一样。 我们也需要经历种种考验才能绽放自己的光芒。 因此,在进行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和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也要相信这一切都是宇宙的安排,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方向。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每一个困难都在为更大的祝福铺平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感恩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宇宙给予我们什么,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 感恩能够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让我们更容易与宇宙的美好能量共鸣。 每天花一些时间思考你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情,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种习惯会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加丰盛,更容易接受宇宙的祝福。 随着你不断地进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敏感和觉知。 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巧合的事件,仿佛宇宙在给你发送信息。 也许你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想起某个人,然后立即收到那个人的消息。 又或者,你可能会在需要答案的时候,突然看到或听到恰好能给你指引的信息。 这些都是宇宙在回应你的迹象,证明你正在与宇宙的节奏同步。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正念和专注。 在进行仪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全神贯注,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每一个动作上。 这种专注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杂念,更清晰地感受宇宙的脉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念的状态会逐渐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想想一下,你正坐在一个宁静的花园里。 阳光温暖地照在你的脸上,微风轻轻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你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 在这一刻,你感受到了与整个宇宙的连接。 你意识到,你不仅仅是这个一世的执行者,你更是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都在影响着整个宇宙的能量场。 这种认知,会让你对生活产生全新的理解。 你开始意识到,你不是生活的受害者,而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你的思想,情感和行动都在不断地塑造着你的现实。 通过这个简单而又强大的仪式,你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与宇宙沟通,如何更有效地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随着你不断地实践这个仪式,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 你开始相信,无论生活中出现什么样的挑战,你都有能力去面对和克服。 你不再被恐惧和怀疑所困扰,而是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你知道,只要保持信心,坚持不懈,你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建立更深层次的自我连接。 在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们实际上是在肯定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价值。 我们在向宇宙宣告,我在这里,我是重要的。 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这种自我肯定,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强大的自我认同感, 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更有底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这些人可能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给予你支持和鼓励。 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你更容易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连接。 这是因为,当我们内在的能量场发生变化时,我们外在的现实也会随之改变。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释放过去的负面能量和限制性信念。 当我们将名字放入盐水中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象征性地洗涤自己的灵魂。 那些长期困扰我们的恐惧、怀疑、自卑都会随着盐水的进化作用而慢慢消散。 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内在的力量和潜能。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面镜子前,你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看到的不再是过去那个充满疑虑和恐惧的人,而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光芒的心的自己。 你的眼神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你的微笑中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这就是这个仪式能够带来的深层次的转变。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仪式并不是一种魔法药水能够立即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与宇宙沟通的大门。 真正的变化,还需要我们持续地努力和付出。 我们需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种积极的能量状态,不断地提醒自己与宇宙保持连接。 每一天,当你醒来时,花一些时间静静地看着那个装有眼水和你名字的容器。 让它提醒你生命的奇妙和无限可能。 深深地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今天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准备好迎接所有的美好,带着这种积极的态度开始你的一天,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惊喜和祝福。 记住,这个仪式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够唤醒我们内心的智慧和力量。 它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独特表达,都有能力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通过这个简单的行为,我们正在与宇宙建立一种深层次的连接,开启一段充满奇迹和可能性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奇妙的旅程吧。 让我们用这个简单而又强大的仪式,打开内心的大门,释放自己的潜能,创造出我们真正渴望的生活。 相信自己,相信这个过程,相信宇宙的智慧。 因为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心情,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和使命。 当你开始实践这个衣食时,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你准备好接受更多的爱、丰盛和幸福。 你正在创造一个能量场,吸引那些与你振动频率相匹配的人和事物。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生活中开始出现一些美妙的巧合和同步性事件。 这些都是宇宙在回应你的信号,告诉你你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记住,耐心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 有时候,变化可能来得很快,但更多时候,它是一个缓慢而又持续的过程。 就像宇宙中的星体需要亿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一样,我们的愿望和梦想也需要时间去孕育和实现。 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信心和耐心是非常重要的。 相信每一天,你都在向你的目标靠近一步。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更加宽容和慈悲的心态。 当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和愿望交托给宇宙时,我们也在学习放下对结果的执着。 我们开始理解,有时候我们得到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却是我们需要的。 这种理解能够帮助我们以更加开放和接纳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 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条宽阔的河流旁边。 河水平静地流淌,倒映着蓝天白云。 你将一片树叶轻轻地放在水面上,看着它随着水流慢慢飘远。 这就像是我们将自己的愿望交托给宇宙的过程。 我们需要学会放手,相信宇宙的流动会将我们带到正确的地方。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更加深入的自我觉知。 当我们每天花时间观察那个装有盐水和我们名字的容器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学会不被它们所控制。 这种自我觉知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创造更加和谐的人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敏感和直觉。 你开始更容易感受到周围的能量场,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情感。 这种提升的觉知能力能够帮助你在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策, 建立更深厚的人际关系。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更加宏观的生命视角。 当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和愿望交托给宇宙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承认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开始理解我们的行为和选择不仅影响自己, 还会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 这种理解能够激发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和目标。 想想一下,你站在一座高山之巅,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脚下是广阔的平原。 在这样的视角下, 那些曾经困扰你的小问题似乎变得微不足道了。 你开始看到更大的途径, 理解到每一个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 每一个困难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更加顺其自然的生活状态。 当我们学会信任宇宙, 放下对结果的执着时, 我们就能够更加自然地融入生活的节奏中。 我们不再抗拒变化, 而是学会顺其自然。 这种状态能够带来更多的喜悦和满足感。 随着你不断地实践这个仪式,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吸引到更多的丰盛。 这种丰盛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更体现在精神和情感层面。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变得更加丰富, 灵感源源不断。 你可能会遇到更多能够支持和鼓励你的人, 建立更深厚的友谊。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更容易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奇迹。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 在这个喧嚣繁忙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焦虑所困扰。 但是, 当我们每天花时间静静地观察那个装有眼水和我们名字的容器时, 我们就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宁静的空间。 这个简单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到内心的平静, 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更加从容不迫。 想想一下, 你正坐在一个宁静的湖边。 湖水如镜, 倒映着蓝天白云。 微风轻浮, 树叶沙沙作响。 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感到所有的烦恼都慢慢消散了。 你的心灵变得宁静而又清澈, 就像这湖水一样。 这就是这个仪式能够带给我们的内在平和。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接纳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在将我们的名字和愿望放入眼水中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宇宙表达我们的信任。 我们承认自己无法控制一切, 但我们相信宇宙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结果。 这种态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挑战。 随着你不断地实践这个仪式,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勇敢和冒险。 因为你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有能力去应对。 你开始尝试新的事物,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你不再被恐惧所舒服, 而是充满了探索和成长的热情。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更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 当我们将自己的名字放入眼水中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宇宙宣告, 这就是我带着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开始学会接纳自己的全部, 不再苛刻地要求自己必须完美无缺。 这种自我接纳能够带来更多的内心平静和自信。 想象一下, 你正站在一面全身近前。 你看着敬重的自己, 不再挑剔那些所谓的缺点, 而是欣赏每一个细节。 你的眼睛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你的皮肤上刻画着生活的痕迹。 你意识到, 正是这些独特的特质造就了今天的你。 你开始真正地爱上自己, 接纳自己的全部。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宇宙的法则。 我们开始意识到, 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就像是磁铁, 会吸引相应的人和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 通过每天观察那个装有眼水和我们名字的容器, 我们在不断地提醒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 发出积极的能量。 我们开始更加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想法和言语,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都在塑造我们的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有创造力和洞察力。 你开始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 发现新的可能性。 你可能会突然得到解决问题的灵感, 或者看到事物的新角度。 这是因为, 通过这个仪式, 你打开了与宇宙智慧的连接, 让更多的灵感和创意流入你的生活。 这个仪式还能帮助我们培养一种 更加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常常被各种干扰所分心, 忘记了活在当下的重要性。 但是, 当我们每天花时间专注地观察那个装有眼水和我们名字的容器时, 我们就是在训练自己的注意力。 我们学会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这一刻, 完全投入到现在的体验中。 让我们记住, 这个仪式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外在的形式, 而在于它能够唤醒我们内心的智慧和力量。 它提醒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独特表达, 都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生活。 通过这个简单的行为, 我们正在与宇宙建立一种深层次的连接, 开启一段充满奇迹和可能性的旅程。 所以, 让我们怀着感恩和期待的心情, 继续这个奇妙的旅程。 让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保持开放, 信任和坚持, 生活中的奇迹就会不断发生。 因为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心情, 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和使命。 让我们一起, 通过这个简单而又强大的仪式, 释放自己的潜能, 创造出我们真正渴望的生活。 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 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你永远不知道, 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 别忘了点赞, 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 记住,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 更重要的是, 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 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